這兩個戒指是妹妹生前戴在身上的 檢方就是把她的遺物發還回來的時候 我就把她隨身攜帶的戒指掛在身上 真的是 真的是最後留下來的東西了 我一直覺得我的時間就停在那一天了 即便下降過了一年多 有時候一覺醒來 還都不太能反應說 余仙走的這件事情是真的還是假的 還是我做夢的余仙走的 你還記得林玉仙這個名字嗎 2020年7月她在臉書留下一篇簽字遺書 五個小時之後 她從新北市衛生局頂樓一月而下 依此控訴職場長官全是性侵暴力對待 我們都知道人生無常 但我沒有想到自己是第一次處理的 也是自己比自己小妹妹 都不知所措嗎 又覺得說自己必須很冷靜地去處理後續的事情 心境有不早 她都說她在臺北很忙 根本沒有時間去搜尋這些有的沒有的 她都說她沒有交往的對象 她突然就冒出一連串事情出來 真的很沒有辦法去相信說 怎麼可以藏得那麼好 這一段與職場前長官的關係 林玉仙從未向家人提起 只有過去曾和玉仙短暫共識的小飛 是她能夠放心傾訴的對象 半夜的時候她有程序說要聊一下近況這樣 就關心一下鼻子聊一下近況 然後她就有一件事情就是欲言柚子這樣 後來她就說就是她跟她現在的老闆 她們關係很複雜 我說你在一起就在一起啊 有什麼不好講的 可是她說開頭並不是很好 不外乎就是強迫的一個動作這樣 性情發生後 余仙繼續跟這位前長官共識了好一段日子 那段時間她怎麼了 我只要喜歡上她 第一次就不是強迫的 你去想余仙這個人她面對的是什麼 我要保住工作 我想在領域裡面發展 曾經覺得很崇拜的一個人 她突然就說她喜歡我才對我做這件事 其實對我來說 她沒有邏輯上面任何的問題 她事情就是這樣發生 以前她生前她喜歡吃的東西 她如果放假回來 幾乎我都會盡量做給她吃 麻油雞 我的心情就是又心疼她說 到底是怎麼過來了 那你還要自己一個人在台北 還要工作那麼忙 還要受那種心情那種折磨 我是心疼她 可是又怨她說 那你要走了 爸爸媽媽哥哥 難道你都沒有牽掛 你一句話都沒有話 對爸媽哥哥說嗎 至少要有點話要給我們 留給我們吧 到現在我還是想說 她到底當時怎麼想的 你還要採放幾尾 我採那麼多大家都聽到 她那裡過年了 底纖大概她喜歡吃的東西就是這樣 余仙的親友還未走出傷痛 一邊搬走 想替她還原遺言中所謂的真相 關於她的東西 卡片啊 個案親自寫給她的牌匾啊 我們都還留著 因為這個對她當下來說是非常具有意義性的東西 一定要還事這個清白 還原她所說的她要的真相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我們就有決定要提高 也不可能讓這種事情就是新聞一兩天 一個小蝙蝠就這樣過了 在妹妹的遺物的時候就留我一個自己的筆電 那我那時候就想說 是不是這裡面有什麼資料可以去做比對還原 那我也有請律師特別提到說 我們這邊還有一些相關的事證 後續就完全都沒有聯絡家人 直到二月底那時候 才收到不起訴的處分書 就起訴書有提到說 妹妹她生前在約坦的時候 致書她自己被性侵 然後明確拒絕 檢方認定說她有所謂的明確的拒絕 所以她這個就叫屬於強制性交 而非權勢性交 因為權勢性交她的認定是說 隱忍這個性侵害的行為 所以她就以這一點 然後說此案不適用於權勢性交 觀點條去偵辦 雨仙的家屬申請在意 權案進入重新調查 但在台灣權勢性侵的認定仍是相當困難 老闆或者是老師 可能掌握我的這個工作 或者是我學業上的這個生殺大權 所以我為了要生存下去 維護我的一個基本的一個權益 我不得不服仇 所有的性侵案證據本來就困難 尤其是權勢性侵 這種它是一個這種慢慢馴服的這個過程 可能甚至你都已經看到是 它類似是有同意跟配合的行為了 更能在司法上去證明 我覺得應該是害怕的 對象又是她 她所尊敬的老闆 那一方面又是怕說 社會大眾會怎麼看她 怎麼去批判她自己 被害人最後可能會先自己檢討自己 為什麼自己會發生這種事情 這個就是 就我的思維 會去做的 發生這種事情 我去探討說 為什麼我們的社會環境 會允許這種事情發生 而是想說 為什麼被害人 為什麼要喝酒 為什麼自己不進店 為什麼不跟人家保持距離 你沒有這件事經歷過 你沒有辦法想到 那麼深的問題 林玉仙離世一年 留給家人的還有生前陪伴她的偷偷 對最親近的家人而言 事情還沒過去 想解開的疑惑 想說的話 還有很多 她怎麼會為了這件事情 就這樣放棄 我真的想像不出來 我覺得說 她應該有辦法去面對啊 她的FB還是什麼 她的座右銘都是說 我們都比想像中的自己還要勇敢 雖然勇敢只多了一點點 我就想說 奇怪她都會這麼說 為什麼 當下她到底怎麼了 你說遺憾嗎 我覺得這已經不是遺憾的問題 而是我們這個國家司法 不願意去面對一個新的犯罪的情境 一個正在被忽略的議題 而這個議題又是 就是就我觀念最難以起始的東西 我希望受害者真的勇敢地站出來 其他人也要更客觀理性地去看待這件事情 不然會有更多的被害者不敢站出來 指控他曾經遭受到的傷害 就算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